好,早 我們 我們管理政府國局處的主管 各位議員同事 各位民主者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四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11月1日上午9時1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出席陳副議長一夜等12人 累席地政處林處長聰立等24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18人 主席陳副議長一夜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記錄 羅正道林 綠營 王立璇 黃旭平 李靖榮 主席宣告開會 一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議事日程 二 議事組宣讀第三次會議記錄 二 各局處工作報告 三 主席財事 議員所需之資料 請各局處應依其需求確實提供 並於三天內宋智本會 四 散會 上午10時08分 以上 各位同仁 我們對於上次會議記錄有什麼意見 沒有 沒有 沒有我們確認 我們今天排定的議事日程 也是業務單位的工作報告 我們現在請請消防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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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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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消防局的工作報告呢 首先要特別感謝議長 副議長 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平時對我們消防工作的一個指導跟支持 他能夠順利圓滿來完成 表示感謝之意 本期的重點業務在53月到55月 那工作報告的內容從261月到271月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參與 消防工作的主要有三大任務 就是火災預防 災害搶救 還有緊急救護 就是主要都是衛免服務的一個工作 本期呢 4到9月份呢 我們分析了受理民眾割裂案件的一個報案 包括火災報案的建數 救護的建數 還有衛免服務的建數呢 都比去年同期減少 本縣消防的一個狀況呢 仍然維持平安穩定 那麼比較特別的是呢 因為氣候的變遷 今年青台的颱風特別多 清洗本縣的有7月7號的尼伯特 還有9月13號的莫蘭蒂 包括9月26號的梅基 三個颱風 本縣災害防救呢 都應變的按照規定來處理 所以我們的縣免呢 都很平安 另外有關消防廳設整建的部分呢 報告如下 就是有關西口分隊呢 也在今年7月19號落成啟用 大埔美 也就是大美分隊 大埔美工業區旁邊的一個大美分隊呢 我們是預定在明年的2月底會完工 大概明年下半年會進駐 家泰分隊也就是東太保 東太保要新設的一個分隊呢 我們目前是在申請建築執照當中 預定是在107年會完工 補充報告的有 今年在2月6號呢 因為美農地震 我們的東石消防隊還有太保分隊呢 結果受損 那本局呢 也積極的一個爭取 向中央包括我們建築來爭取這個經費呢 目前每一個分隊各編列了3158萬5000元人 太保分隊將在原地重建 現在進度是在跟警察局做土地上的一個分割 另外東石分隊呢 我們是考慮到原來的舊廳社 它的面寬太小 加上道路巷弄狹窄 不利救災出動的動線 所以我們另外尋找道路寬敞的用地來進行重建 來提升出動的效率 確保鄉民的一個生命財產安全 那目前 土地上的取得大概是在台82線 跟台17線的交叉口 那邊叫段落頭啦 那邊有一塊土地呢 我們已經跟地主呢 地主已經同意讓我們來架構 大概進度是這樣子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謝謝 我們小王教的這個工作報告 各位同學 來 來 江江議員 李主持人所 這個當中小王幾次 之前我今天不是集醒 我今天不是集醒 我是要說 就是人工的重競 你把他的土地 你所有現在所說的土地 是不是真正有確定 要聯合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要建設 新建設 京衛是不是夠 都有了 那個已經編了進去了 這順位是你把這些豬料翻好 好 什麼好 來 王議員 欸 特首啊 王議員 我請教一下 是 這個 你有哪兒超級嗎 有 你有嗎 我們局來的這些動員都有嗎 沒有 沒有大家有 沒有 你知道我們超級多少 萬議 一萬好 一萬好 在全國裡面的牌名 你看起來 沒有啦 萬議就是基礎的 最基礎的 最基礎的 你算比較客氣說 算最賣的就對了 沒有啦 很多都這樣 這樣喔 還有很多 有啦 我大學都萬議而已 其他的館市都萬議嗎 我去高雄 高雄館也都萬議 早期啦 到現在 現在咧 他們合併了以後 五度合併到他們就算了 我是敢說齁 這個超級的部分我們嘉義官當然 財政不好齁 這 這就要管長去努力啦 齁 這也不能怪你 我是說 我們超級的為什麼比我們少了 這個價格的部分齁 我拜託我們這個 府會聯絡有調一些資料出來齁 是 在我們這個現有人力的這個 可以調配的範圍內 齁 我們尽量這個休假日齁 齁 不要比人更壞 齁 是當然沒有比人更好啦 但是也不會比人更壞 中中了啦 中中了啦 我意思是說齁 我們超級的比人更少 是不是我們可以用這個假日來 來做一個名譜 齁 啊做這個名譜呢 我是希望說齁 是不是說齁 我們 局裡面是不是可以授權由各 各分隊齁 齁 沒辦法這樣嗎 不行不行 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救災不是一個分隊去救災 嗯 是集體救災 所以我每一天要必須要控制 最多的人力 齁 你是依區域性來做一個控制性 救災是都區域性 齁 沒關係 你如果這樣說我們也可以依區域來做一個整合 齁 在這個假日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說齁 我們來對方覺得說 啊我實在是 同工 雖然 超勤不甘 不同酬 但是呢在這個假日上 我們也不會比人家更壞 我是希望說 你是不是 翁徐陽在做一個原因啦 會啦 會啦 啊盡量齁 因為我們的隊員 我們說是來出生去死啦 齁 這打火這個火燈 我們都可以說的 有很多不錯的這個因素齁 所以說 我是希望說 可以讓我們充足的這個休息 啊當然這個充足的休息呢 我是希望說齁 你如果說 一分隊外島 我們以區域性 齁 看著兩鄉 這兩三鄉 再做一個 做一個調配齁齁 啊我們授權齁 齁 讓他們做一個 這個休息的部分 來做一個提升 你看這樣 這樣怎麼 跟王議員報告啦齁 其實我們的教 目前是 人家以前的 青衣修 我們是青衣修 他就是上班兩天 休息一天嘛 我現在我來的時候 他們過去都休息一天 後來我教兩天嘛 那每一年 因為我今年有補一些人力進來 所以我每一年 就給他們教六日 所以未來啦 其實到後來 保養的休息 我是盡量朝折一個 到他們的休假 未來會變成青衣修衣啦 好 你這個目標 當然是 目前我看有幾貫期 都青衣修衣啦 當然這是可能 他們本身的這個人力的考量 人力的問題 他們人力足夠 他們可能就這樣做啦 啊你如果教授說 是這樣會吃 你是不是說 我們短缺不足的人力 我們是不是儘速把它補好 有有有 再努力明年會再補 明年會再補 所以未來還會看 人力的部分 所以再增加啦 好 所以說你這個補 我是覺得你放在上面 因為你是我們 我們小王教這補一個大家庭 所以他們的福利跟他們的義務 都要靠你來做一個規劃嘛 所以說這點部分 我希望說 你這幾天你想想看 有什麼 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案 你怎麼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好不好 明年先增加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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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後年呢 後年要看人力 包括他們的群入執行的一個情況 我還能夠去決定 後年要不要再增加 那你如果這樣 你如果照你講 如果人的減是會怎樣 沒有 人的減已經控制過了 現在漸漸賣了 現在要退了 沒有人要再拿了 好好好 我們現在算是說 有這個人力上有控管 所以說 人力是會跌 會跌就不會跌就對了 目前會跌 待會在一個瓶頸以後 我們比較分析當時的狀況 這樣齁 好啦 沒有你比較費心的 我會當前的辛苦 我都知道 所以我會幫他們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這個基杖師匠 你照很多我們的 這個分土的地方 都在反映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說這不是不利 錢要比人家救 也不可以比人家救 所以說這個部分 希望說 我們往情意修意的這個 這個目標來努力 好不好 那現在不足的人力多少 現在不足的人力大概 還有三四十億 我們變質是多少 變質 總共是四百四十 包括內勤 那外勤人力大概在三百三左右 內外勤四百四 四百四 現在目前內外勤在三百三 外勤的部分編制是這樣 外勤的隊員是兩百七十幾個人 那是減多少人 三百三到兩百七 差六十個 我每年會更加人數 所以這個人數 我是沒記那麼多 不過就是因為補來補去 下半年 像最近還補十八個 我就是考慮到今年會補百年補十八個 所以我就明年就讓他們先 假期的部分先給六天 好啦 不然你齁 這希望 在這個 這個 這個兩天後 我們這個 跟議員進來 我們有辦法做到心意休意嗎 好不好 好 我們朝這個方向啦 但是未必達成啦 因為鄉下的部分很難 盡量啦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相當局 各位同仁感謝還有什麼 有意見嗎 沒有請回座 來 謝謝 我先叫 大會主席張議長 那我們 陳副議長 我們在座的議員女士先生 及媒體先進 接下來由我來為各位報告衛生局這一段時間的工作報告 那首先 衛生局的工作業務呢 最重要當然是去年 首效就是防疫的業務 那防疫的業務呢 去年我們在 全國四萬例的那個登革熱的這個威脅之下 我們順利的度過 那今年呢 可能有 古年齁 已經有這個這麼嚴重 所以今年大家其實對這個蚊子的警覺性比較高 那很不幸的呢 其實今年齁 只是疫情沒有大量的爆發 其實登革熱還是一直有在我們這部分的流行 加上今年還有一個新的叫做資卡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的 那登革熱到目前為止齁 嘉義線的狀況 嘉義線目前只發現一例 而且這一例不是我們自己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資卡的病毒 那資卡病毒目前全國是13例 13例呢 都不是我們台灣本土產的 所以台灣本土目前是沒有資卡病毒這個事情 那同時我要特別提醒還有一個日本腦炎 那這個為什麼特別提呢 因為今年日本腦炎 總共全國才二十幾例 那嘉義有兩例 所以這個都是蚊子惹的禍 所以這蚊子的清除方面 我們都非常的認真 那我們呢 在這個環境的清除上面 除了配合跟各局處跟環保局跟教育處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在教育 還有在環境的清除上面我們做出貢獻 另外我們在病媒的資深園上面 病媒的資深園的清除上面 我們有6000多 輕的6000多個案例 那另外在那個獎勵通報上面 我們也做了今天去年做了一些改變 同時呢 我們發放那個免費的那個NS1 就是登革熱的篩檢是快篩試劑 而且確實真的發生效用 這是嘉義縣的首創 那我們嘉義縣在這個登革熱的篩檢試劑上面 確實抓到一個 這個是台南的 台南跑過來我們這邊被我們抓到 所以後來現在很多縣市都在研議說 是不是也要仿效我們嘉義縣 把NS1的試劑列為第一線的那個首選篩檢的工具 那其實就是提到今年的腸病毒 腸病毒今年其實現在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從今年5月份開始 那當時5月份開始有一段時間 還甚至一度造成那個急症的勇篩 那現在情況是比較好 那很幸運的 我英文腸病毒一般來關心的不是只有腸病毒 因為手口足症啊 或者是說 有些砲疹性鹽夾性鹽 那這些其實都還不足以達到真正腸病毒重症的地步 那真正重症可能小孩子就會有可能會死亡的這個部分 那很幸運的本線目前直到目前為止 腸病毒的通報都沒有重症的發生 也就是說目前沒有也沒有死亡案例 那這個我們希望這個紀錄能繼續保持下去 因為這名列前往不是好事 那再來我們在腸病毒的上面 就當然該停課還是停課 目前有截至到 統計到目前為止 今年總共有190幾個班級被停課 那目前還有4個班級在停課當中 當然這是一個動態的 我也會恢復上課 有的會繼續又發生又會停課 那我們就比照一致的標準來做 那我們總共還今年做了一件事情 就0到4歲的高危險的家庭的訪查 我們訪查了1萬2千人次 這個是衛生所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負擔也很重 確實也很辛苦 那我們這個辛苦也確實獲得回報 那今年我們的長病毒的控制 其實控制得還不錯 那希望能夠繼續維持 那最後就談到第三個傳染病 就是我們目前大家現在在組的 10月1號開打那個流感 其實流感不可怕 流感主要是怕它變成重症 什麼叫流感重症 流感重症就是它會引發肺衰竭 它會引發呼吸衰竭 會引發意識模糊 甚至高燒不退 這是會要命的 所以流感疫苗今年剛好 為什麼特別在這邊呼籲 就是說如果是屬於公費 可以施打的對象 最好能夠盡量利用今年的公費 大家也看過之後也知道 今年的疫苗 因為今年是病毒改變的一個期限 所以今年是抵抗力最弱的 所以今年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事情要跑去打 所以私人的疫苗都並不夠 那看到那個林權行政院長 也都緊急提出呼籲要求機關署要加購 所以說我們如果屬於公費 可以自己可以施打的 我們本線我們已經把疫苗都搬回家了 所以目前我們公費疫苗是夠的 所以如果符合的要盡量去施打 那目前的情況就是流感引發的重症 很不幸還是今年是比較嚴重的 本線已經有五個因為流感重症死亡的案例 那全國大概全國死亡的案例是134個 全國已經死掉 因為流感重症死掉 所以在這邊就是 所以打疫苗並不能讓你不被感染這個流感 但是可以防止你變成重症的機會 這邊要特別做出呼籲 再來我們就談到我們關於那個 我們醫療保健的一些作為 那長久以來我們去年來的時候 去國健署調資料 我們發現在我們嘉義縣 因為西肝的盛行率 B西肝的盛行率 西型肝炎的待遇率 全國大概是3%到4% 可是因為我們沿海以前有些傳統的 就是一些密醫啊 或者以前一些衛生教育不是那麼流行 所以說在我們的六角跟益竹箱 它的盛行率是30% 是全國的10倍 可是西肝跟B肝是非常 在醫學上是非常非常難去除的 所以我們當時我來跟我們的所有同仁討論 我們立下一個志願 我們就是定一個叫做西肝十年減半計畫 我們在今年開始執行 那我們今年開始執行之後 我們沒有錢 剛好去年 各位如果看新聞就知道 去年剛好世界上有發明治療西肝的新藥 西肝的新藥 那這西肝的新藥很有效 去除率幾乎可以達到90% 但是非常的貴 治療一個人後來200萬 這個大概不是任何的縣政府 地方政府能夠負擔 這要中央來 但是中央直到今天 他的健保署想要做這件事情 大概可能要到明年 看是不是部分能夠納入 因為這個金額實在太高 會產生我們其他癌症治療 什麼這些的排擠效用 那我們本線我們當時怎麼做 我們今年去找了基金會 希望民間來救助 因為我們說 我們這是全國最高的鄉 那希望你能夠幫忙我們這一塊 那基金會也幫忙我們了 所以今年我們有大概17個人接受治療 那目前治療到目前 跟各位報告這是持續的事情 目前已經持續在治療 有17個人接受這個非常非常貴的治療 那17個人裡面有14個人 體內已經完全找不到吸乾的病毒 所以治療的有效程度高達8成 如果說他能夠持續的保持 甚至有機會達到國際論文上面 講的9成的治癒率 這個對我們 對我們可能是 沒辦法一次做幾百個幾千個 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但是至少這是一個開始 我們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 看能不能盡量在10年後 讓我們吸乾的這個代言率 能夠下降到一半 再來我們其實就提到 我們今年有推出一個 兒童性的整合篩檢 那我們兒童 事實上有四個 有小朋友知道 我們國家有四個兒童 必須要做的檢查 一個是視力 一個是聽力 那還有一個是 身體的評估 看是不是有發展症狀 或者是說有過動症這些 那還有一個就是 牙齒屠佛一年兩次 這是國家給的政策 可是以前 都要叫家長自己帶去 自己帶去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農業館 其實都是隔代教員很多 那些阿公阿嬤不太可能晚上還帶著這個孫子 怎麼特別跑到哪一家診所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說往往以前不是只有我們 幾乎是實行成效 大概都只有六成到七成 那後來我們就想出一個辦法 是不是我們能夠到衛生所 直接在統一在衛生所那邊做 所以我們今年推出這樣的服務 就獲得很好的迴響 我們全縣七千六百多個登記在案的小朋友裡面 我們到此時此刻 我們已經做了七千兩百個小朋友 已經接收過這樣的服務 那剩下來的還有十四家 幼稚園所在這個月也會全部的完成 那年底我們還會再有一個工作檢討會 讓今年我們做的這個經驗 能夠看看有什麼還可以明年做得更好 因為這個在基層的滿意度 算是家長們普遍上反應都蠻好 所以我們明年會繼續推動這個政策 再來我們就談到關於醫療的部分 醫院的部分 那病人安全跟急診的品質 這是我們最關心的 那我們今年的急診的 醫院的訪查已經都結束 然後對於這些CPI的訓練 這些我們也都做了 那再跟各位議員報告就是說 明年開始衛福部做了一個重大的變革 所有的地方的醫院評鑑 將有大部分的條文 就會轉移到衛生局來通俗 那目前的這個做法上面還沒有 細節還沒有公佈要怎麼做 但是以我以前在當院長的時候 那個醫院評鑑 這個對醫院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代表地方政府跟地方在地的大醫院 之間的連結會更密切 那其次我們提到急診永舍的問題 急診永舍其實是一個全國的痛 我今天早上還拿到 還拿到新的那個 關於那個急診分級的一些 一些資料 那其實最嚴重 像台大、星光、亞東 他們的情形比我們嘉義縣嚴重很多 但是其實打個一床籃球的情況 也是真的 這是實話 那至少我們可以做部分的改變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急診設立分流 第二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那現在全國大家都跟著我們一樣做了 就是我們當時首創在嘉義縣 要求我們所屬的重症急救責任醫院 要在急診室公告你還有多少病床 還有要公告你等待的這些緩價 譬如說你在那裡等 他在公告說你每次等多久 譬如說等三天五天你才有病床 這樣可以作為家屬判斷說 要不要趕快轉診的一個依據 我覺得這個是後來全國現在都試行 所以如果去台大醫院 都有去看他門口都會 現在都已經各醫院星光都已經貼了那個 就是說你在這邊待床 你可能要待三天幾天才會有病床 這樣可以作為大家一個心理上面一個預期 在後面我們就談到有關於 我們的那個食品安全的這個檢驗量能的問題 關於食品 我們檢驗量能來的時候我致力於提升 就是檢驗 檢驗就第一要快 第二要準 那要快的話就是縮短時間 那我們就可以做 同時間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檢驗 103年我們總共做了1600件的檢驗報告 104年做了2300件 然後105年就今年到11月 今天11月2號 我們已經做了2500件 就已經超過去年的量了 那其實這是同仁們在品質上面的追求 另外在實驗室的認證 我們已經達成實驗室的36項認證 因為一個檢驗室 不是看它的檢驗項目多寡 而是看它通過認證數的多寡 你檢驗項目多沒有用 你檢查的東西 人們都說你這個沒有經過認證 好像不一樣 那我們目前有36項已經通過檢驗 那這個我們要求我們的檢驗科 持續的朝這方面去做認證 讓我們發的報告 跟國家發的報告是具有同等的效力 再來就是關於社區藥師照顧的服務 我們提供了一個雲端的藥力服務 那可以在社區藥局 讓民眾可以用藥的交互作用查詢 或者是說用藥的一些資訊 這個目前已經做了一年 成效也還不錯 再來就是談到有關於食品業者的輔導 我們不管是今年就是GHP的查核 我們已經查核1800多加次 然後限期改善66加次 那也有做得很好的有43加次 在今年年底會跟他們頒獎 那另外同時我們根據FDA的規定 我們要針對幾種特殊的行業別 必須要做所有的材藥的管控 包括乳品肉品水產還有餐盒這四大項 那目前都已經全部都完成 那明年會有新的FDA它會規定新的行業別 這個就是照中央的法令來做 最後我要特別談到 新年社會氾濫的毒品問題 那社會氾濫的毒品問題 其實今年7月我們有一個開幕的 就是在那個焚化爐旁邊那邊 有一個更生人 女性更生人 藥飲更生人的中途之家 那副總統也曾經來試導過 那這裡面提供了一些 讓毒藥飲接受介護之後出來的人 能夠離開它原來的環境 不然它又回到原來的環境去 其實很容易又走回頭路 這就是為什麼以前的毒藥飲 的再犯率很高的原因 那我們今年從其實這個不是 是我們全地的大家一起努力 這從101年 在我到任之前就開始做了 其實前任的局長 前在縣長右任之後 我們就一起在努力這個事情 從101年一直做做做做做 做到今年7月終於 好不容易把這個東西設立起來 那期間呢 我在這邊也要藉這個機會 特別感謝議會對我們的支持 那另外還有感謝社會的 善心人士的捐款 因為這個裡面的設立所有的款項 都是來自於社會的關注 這個毒品事件 毒品的防治的捐款 那以上就是我對衛生局的整個 大的項目的工作報告 在這邊做個簡單的敘述 也謝謝各位議員聆聽 也請你們給我指證 謝謝 我們衛生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同仁告訴我什麼 沒有喔 沒有請回座 來 環保局 大會主席張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好 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對環保局的監督支持 那環保局的業務主要有環境中和管理 空氣及噪音的管制會器物的一個管理 那實證重點是在82月到89月 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來參與 那以下就幾點業務做補充的報告 第一個是民眾最關心的公害陳情的防治方面 那今年度4到9月份總共有2576件 那在處理完之後我們有做這個意見的一個調查 那高達78.83%的民眾表示可以接受跟滿意 那這個部分當然還有空間我們繼續努力 來做服務的一個工作 那在環境教育及環保職工的推動方面 那環保教育的推廣我們第四屆這個國家環境教育獎 我們嘉義縣的成果非常的亮麗 本縣民雄江的金埔社區發展協會 那本陶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跟布袋嘴文化協會分別榮獲社區組民營事業主題 團體組的優等獎 這個成績非常的好 那本縣目前的環保志工也有12隊 那有一隊的環境教育志工團 總人數是893位 那環保局跟各清潔隊共同來維持跟管理 來服務這些志工的夥伴 參與各項的清潔整頓工作 跟環境的一個服務工作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環境志工滿五年的 有800小時的精英獎 我們縣裡面有15人 可以說是服務的一個期程非常的長 所以我們在此利用這機會來感謝 這一群為嘉義縣默默工作的環保醫治工的夥伴 那第二個在大家關心的空氣品質方面 在104年我們嘉義縣獲得了全國評鑑空氣品質的管理績效是評比式特優 最高榮譽特優 在104年我們竹葉統計它的空氣不良的一個日數 空氣不良的有六天六個戰日 那不良比例是0.82 那如果這個扣除沙塵暴的事件之後 103年的臭陽不良的事件跟104、103是持平的 那PM10就是懸浮為例 這個累積不良的事件叫103年 這個減少了10天 那總共104年空氣品質不良日數 比103年減少了10個戰日 那本線在104年的各項空氣品質指標中 都叫103年有所改善 良好的日數比去年也提升 不過這個105年這個部分 我們發現在PM2.5跟PSI 就是空氣污染指標這個部分 還有努力的空間 因為今年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大概還需要加強去宣導及機場 來提高空氣品質 那辦理登革熱是今年的一個重點工作 那從今年3月份開始 我們比起各縣市都提前來進行這個護士動員 那在4到9月我們檢查了252個村里 總共動員了50400多個人 來清理了27000多個一個積水容器 那有3790處的一個髒亂點 那側溝有2300多個 那4月20日並配合這個衛生局在陸草鄉 來做總動員的一個動作 9月25日在水上鄉 也做登革熱的一個宣示活動 尋到清刷的一個支撐員清除行業工作 那同時在支援消毒清理沟泥的一個清除等等之類的 也都支援各公所來進行 那另外在垃圾處理方面 在今年我們的陸草混化廠 在24座全國混化廠評鑑裡面得到第一名 是一個特優的一個廠 那我們這一個會持續來努力監督陸草混化廠 做好營運的工作 那陸草混化廠在今年的禽流感 跟這個105年一二階的寒害 都發揮了很大的一個協助 跟這個福島的一個工作 使這個疫情能夠控制到 那在支援回收方面 我們104年的成績也相當優異 也是得到了這個最高的一個榮譽金子獎 那這個獎金也有撥到我們縣裡面來 那我們會持續做好這一個垃圾處理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水染防治的成效上面 積極來整治我們北港溪 北港溪大概是我們很重點的一個河川 那在104年我們向環保署爭取了3200多萬 在我們的溪口箱流溝大牌 來做截流的一個設施 目前的工程我們預計在12月 今年的12月在硬體工程就會完成 那到明年4月完成試運轉 預計可以消減這個流溝大牌的污染量 達到67% 那提升我們的嘉義縣的水污染管制 那另外基草方面 我們有做了一些作為 採除了68家 另外有停工的有5家 那這部分 對整個河川水池的提升 是相當的有幫助 那我們是在此也呼籲 所有的這個事業或者畜牧業者 對於河川 大家共同工作 因為農業縣需要有很多水 會被引用到灌溉上面 那這大概需要大家共同來做配合 那土壤地下水部分 我們在民雄的5條K這一個地段 跟太保的梅花段 總共有兩個 經過整治之後 已經解除烈管 那105年3月11日 我們有公告一個水染的一個污染 如果檢舉有一個獎勵的辦法 那另外在土壤地下水整治工作上面 因為工作去年工作的績效也是蠻好的 得到了這個也是環保署評鑑 土壤地下水整治工作計畫的一個特有 那這些大概都是全國名列全貌 那河川整治及海洋污染防治計畫 的一個海洋組的考核 我們也得到了優等 那104年南區水污染緊急事變 我們是主導單位 主導了大概是跟台南等等之類的縣市 我們做主導 那我們接下來得到優等的一個評鑑 那以上就重點部分 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做補充報告 謝謝 南環保局 來 王議員 教授 是 王議員 你這個清潔比賽我們 我們冠軍有辦幾年嗎 辦幾年嗎 我可能查一下 自我來就都在辦 你來多久 我民國一百坑二年九月 一百 一百坑二年 一百坑二年九月 一百坑二年九月 辦幾年你不知道 辦幾年我查一下 不過我來之前已經都在辦 後續也都在辦 你覺得這樣辦成效如何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是這樣嗎 是因為以前可能水雄一直都沒有參加 不然我們當然水雄沒有參加 也得到有一些名次在 我告訴你水雄不是沒有參加 有參加 但是呢 我覺得 比賽跟來做清潔 沒有什麼意義 清潔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持續性的工作 對 對 對 所以我現在是發覺說 我們現在現在要比作說 有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我就是要跟你說 你們是不是要做一個檢討 你不能說 已經做到已經吃好了 喔 那意思你就是要這麼這麼走就對了 做了好 我們就 那議員建議的部分 受得力的我們就來做改進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你覺得不錯 但是我聽到的跟我所看到的 沒得到好 喔 喔 現在比作說 鄉頂都跟瓊魚應付 說我們環保教 我們管理府當時 要來做這個清潔比賽 喔喔 都把那時候跟妳做而已 跟妳拚掃 其他時間都沒有在拚掃 我看其他的工作 不一定是這樣的 很多工作 像我們丹州議席 那都做得很好 他們都對 我跟妳說 當然有幾鄉頂做得不錯 但是 人間也是都持續性去做啦 那對 我跟妳說的意思是 有的人 不是每個行政都有持續性去做 這樣就是公所的問題 我們希望他持續性去做 所以不是啦 是公所的 這是公所的問題 沒有不對 但是妳要知道說 公所每個地方 一般的財政都不好 我們是不是管政府 我的意思是說 管政府妳是要騎到 副都立場去叫公所交通 這個行政要去持續性來做 這樣才有意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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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可以打那個 譬如說 當舊議席 他們財政也沒有說太好 但是做得很好 到底什麼方法 大家做 壓力 是不是妳可以考慮說 我們將這個有限資源 確實不用說去 去跟 補助每一個行政 讓他們去做 我們平時就要做 做考核 五湯 五湯 比賽的時候要來做考核 這樣我跟妳說 大家平衡什麼不做 對 每一個月我們都會做 都會做考核 所以其實是平常性的工作 所以 我希望妳拿出一個價位 減隊這個清潔比賽 你拿出一個價位 好 這樣 妳的生活是怎樣 未來做法是怎樣 不要一直延續就過去 妳覺得說 妳不要自我感覺良好 那個時代過了 那總統社群 妳不要再自我感覺良好 好的 現在妳要另外一個新的思維 因為那個環保署來考核 當然很好 啊 可能還是有盲點 妳如果用我帶妳來看看 很好是妳說的 一定要把王岐禮議員補充一下 你剛剛說那個王岐禮議員 在當鄉長的時候 水上鄉沒有參加 這一點我非常不認同 因為那時候我是水上鄉的鄉民 然後我其實平常 只要我們發現說 哪裡有比較髒亂的時候 其實跟公所反映啊 他們就可以很快就安排時間 然後派人來處理 可是呢 現在喔 現在是妳打電話 妳如果去跟公所說的話 他們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清潔隊 現在人手不夠 因為 再來我們哪一川要比賽 我們現在人力 都調度去伊川在拼什麼 這樣是 我感覺不 這個就是 我跟妳說 我在去年的時候其實 我一當一月的時候 我有 我相信局長也知道 針對環境比賽這個問題 我有跟你詢問過很多次 而且呢很多的村長 其實他們村立長也跟我反映說 他們覺得這個比賽根本不需要 就是在應付而已 那心態上就不對 平常就在打掃 所以我這幾個月 我只要把這張拼好啊 我也舉一個例子 最像二十六川 你一幾個月 你去那種 打一川的分數 二十六川要輪兩年完 那川比較拼 拼手會對 我們的觀念是 對鄉鎮市公所啦 當然我一川一川去做 但是公所應該 那我請問你 你環境比賽 整個的經費到底是多少 你每年會發多少的獎金出去 要讓那個什麼 要讓 局長你每年會發多少的獎金出去 你既然辦了那麼多年了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要讓這個什麼 要讓 讓 縣政府去做公所的事情 我是覺得 比較不對 公所要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本來就是沒有錯 對 這點我非常認同 就制度上面 那局長請問一下 我們這一筆經費大概是多少 你竟然辦了這麼多年 每年會超過一千萬 每年超過一千萬 對對對 那你覺得家義 我們家義線有很乾淨嗎 你覺得環境有很好嗎 我們不要說好不好啦 就是說中央來評鑑 最近光蚊蟲的什麼 都是在我們水上蝦 你去辦了幾次 什麼登革熱宣導啊 什麼日本老爺宣導 都在我們水上蝦 我覺得那個其他的 像剛才講的義足啦 或者大臨民雄 局長不然我們看今天下午 有沒有時間啊 我們來去隨便抽查幾個村 可以 但是 可以抽查 但是我是覺得 好不好 公所如果沒有做好 就應該公所 好不好嘛 你說做得非常好 我們下午馬上來去抽查幾個村 你只要把你上個月的 或是最近幾個月來 你拿幾個村 我們一起去檢查看看 可以嗎 可以啊 然後把你分數 你們打得很好的 我們現在馬上去檢查 是啊 好不好 你不要 你不要人跟你說什麼 你就覺得說 你做得很好 啊 事實做得不好 自我感覺良好 在跟你建議 你怎麼改善你啊 因為環境真的不好 環境不好要改善啦 對啊 我在跟你講 你都說不會我們都很好 我是說如果不好要改善 那你只有說東石跟義足很好 對 他們那裡蠻好的 對啊 那所以其他不好 我們自己感到那兩個鄉頂而已 沒有其他很多也很好 像梅山啦 這是比較主席啦 這是比較主席啦 所以我們主席說要變最漂亮 這目標其實 目標很好啊 有努力可以達得到 可是不能只是口號而已啊 對不對 他們最近真的也 也蠻用心在處理 我們來去查查看吧 我就跟你說 你跟我一起去嘛 好不好 局長 好好好 然後你把資料給我 你可以整理一下 我們下午看幾點 一起去看 報告議員 那個時間我們 我再跟你做報告協調 好不好 因為今天下午 真的有很重要的會議要主持 好啊 看什麼時候可以 我們一起去 好 不然其實我們也可以看什麼 烤炒 我們開火機跟烤炒 我們大家做會出來嘛 好啊 看每一個議員覺得 他當一個鄉頂比較不好 也可以這樣 好啊 主長 我你說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 其他工作 我們怎麼去輔助 當然你說這是工作 這我也認同 是 但是我意思說 主要是你要去輔助公所 要來做這個 是一個持續性的工作 對 對 不是獎金法復的就算什麼 當然不行 不行 不行 你現在就是這樣啊 現在不行 其他各鄉鎮 大概很少 像兩位水上的議員 有相同的反應 其他應該都還算順利 教授 你現在還要說這個 就不算太多了 喔 喔 不然我都跟我們兩個 你說白菜 白人都說舒適 沒有啦 你針對水上的這個部分 我可能有一些看法 我們再去看 我不是針對水上 我是針對專館性 因為我所了解就是說 不是只有針對水上鄉喔 局長你不可以這樣子說喔 好 我們來做那個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專館 因為你獎金 你比賽是專館的嘛 你獎金也發專館的嘛 你要做這個工作 你要持續性的工作 你下次來看一千多萬耶 一千幾萬 然後環境就這樣 我跟你說 我現在非常建議 我們綜合國外出 弄一個I-Voting 就做一個民調吧 就大家都可以去投票 然後說你覺得哪裡不好 不說你覺得很好 好我們花了一千多萬 這樣子好不好 讓民眾來下去做網路投票 我跟你講啦 教授 你做這些選擇比賽齁 比你做一張 四月飛機舞也不要長齁 你做多少就不效啦 有壓的比的都很嚴重啦 你上次還要做什麼啦 四月飛機舞也埋場 你還要做什麼啦 我們那個 管長說得很清楚齁 台開始 我們政策上就不在 這個社員埋場 管長 管長 管長是說的啊 有啦 有啦 現在也沒人心情 我告訴你 管長今天說馬載也可以變 有啊沒有啦 沒有 沒有 啊沒有 啊你們現在現有嘉義官有幾張啦 嘉義官 這時候運作的 我知道只有一張啦 啊在哪裡 在水箱啊 喔啊在我們水箱喔 對 啊你好的都沒有來水箱 不要都來他們來水箱 不會啦 這你準的嘛 這是 這張是不是你準的 這是 這個什麼啊 經過十年的審查齁 不要說幾張啦 有的一百張就不會過啦 對 十張不是很久啦 對 有的一百張就不會過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齁 啊 你是哪 別人 別人不準 是哪一個人要準啊 啊就十年 啊他依法走到那個地方 也試運轉過了嘛 齁 啊我們還是要 依這個程序去走嘛 對 啊他如果是 當然有問題 就不會準啦 對 你當然這樣說啊 啊 那如果有問題你都要去 你都要去打六挑完 啊 當然 啊 啊 啊 不知道啦 喔 有的事情是沒有你處理而已 啦 不得格就沒有啦 對 黃 我 王議員 如果有那個請指教 沒問題啦 我們審查滿嚴謹的啦 我跟你說啦 錚掌 是 走過必留下痕跡啦 當然 你是財素的人 我是看你教授說 我很多事情都不想跟你想過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自愛 當然 當然 什麼事情你跟我說 我希望你能夠 大家 個人的立場不一樣 你不能以為 覺得你做得都很中 都很好 不會啦 因為你記得我們都會慎重考慮 說是這樣說啦 不然你一年開花 兩千塊而已去頂 會啦 阿嬤不會小子啦 對吧 不會啦 應該我們安保教授會啦 我們有什麼意見跟他建議啦 不會是要賠多少 教授 你我覺得親一下比賽 你應該要好好做一個價位啦 錢不可以這樣說開啦 好好 那也很多鄉定啊 反應你們的評比不一定就是很公正公平公開啦 是是是 好 好 來 蔣議員 市長 是 蔣議員好 你在這個八十五葉齁 是 工作報告八十五葉裡面有一個 環境衛生集會器物處理管理 最多第三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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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 追蹤調查 是這樣的規法企駐場 是 這是我本色的建議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規法企駐處 是不是可以在網路公開 這是本色的建議 好 謝謝 不過我要補充我們的數量 我們有公開在上面 那個地點我們再來做處理 謝謝江議員的指導 來 何議員 局長 關於我們足齊垃圾野埋場這個 因為它已經封場了嘛 這幾年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福島的計畫 還是說就 封場之後就閒置在哪裡 目前 目前足齊的野埋場是 我們在101年 就做過富裕工程 對 富裕工程完之後 我們就是 那野埋場是希望 富裕完之後 讓它穩定在那邊 當然在今 那個主棋那裡 是有小小一塊地方 做一個 譬如說 颱風來 我們的東西先放在那裡 轉運去吧 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但是這個場地很大對不對 是不是有辦法朝向一個 就是讓它公共化 跟發揮更多的效益 比如說可以讓它更親民這樣子 這樣子 你們都沒有這樣的考慮嗎 目前沒有 大概希望 我們掩埋場完成之後 能夠有一段期間 讓它穩定 穩定因為它還是會有一點早氣嘛 土壤會呈現 讓它穩定之後 後續我們再去考慮 是不是要做成公園等等之類的 我們找個時間來現場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然後看看怎麼樣可以妥善的 規劃利用好不好 好 來 請回座 財政稅務局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 女士 先生 大家早安 那麼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議員 我們也先進長期以來 對財政局業務的支持跟指導 那麼財政局這半年來的工作報告 除詳見書面資料 第323月到328月之外 僅再要做三項的補充報告 那麼首先報告 106年度的預算編列情形 那麼106年度嘉義縣的總預算 經過本府審慎編列完成 那麼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點是總預算的規模是臨成長 那麼維持105年度的水準230億 那麼第二點是我們就稅入來分析了 本縣的自走財源 僅僅僅僅有28.74億 佔百分之12.5 那麼來自中央的稅收 包括中央統籌服務費稅款 跟N9稅呢 總計是50.41億 佔百分之22 那麼此外呢 我們大部分的財源呢 應該是要仰賴中央的補助 總計是125.75億 佔了百分之54.67 那麼另外我們就 稅出方面來分析了 人事費加我們的退休金 我們高達129.5億 佔了百分之56.31 那麼另外就正式別來分析了 那麼其中教育支出的總計是77.5億元 為最多佔百分之33.7 那麼其次是社會福利的支出 是35.3億佔了百分之15.35 那麼第三點呢 是我們106年度的舉債呢 額度呢 仍然尋去年的編列 3.51億元 來作為彌補我們的收支差短 即被供我們幾期掉了之需呢 非有必要啊 我們不會動之跟舉債 那麼第四點是 我們106年度的預算的收支 仍然有21.61的缺口 那麼不過這個差短數呢 我們以較三年度是減少1.2億元 那麼未來我們將透過各項的 節流跟財源開源的管制等等的措施呢 我們希望在預算的執行結果 能夠達到收支平衡的一個目標 那麼第二項要報告是 目前我們負債的情形 那麼接持到106年9月底呢 本縣的總負債呢 總計是209億.6億元 那麼其中短期債務是 41.16億元 那麼債務比例是百分之17.9 那麼長期債務是151.19億 債務比例是百分之44.9 那麼以上的一個債務比例呢 我們通通符合公債法的規定了 那麼此外呢 我們總負債的額度呢 那麼主點在像這樣當中 包括張縣長在98年 最近的時候是278億元的狀況呢 那麼實際減債呢 我們有68.45億 那麼第三項要報告 本縣105年度的房屋稅的課稅 標準單價的調整情形 那麼我們知道房屋稅的課稅標準的 一個單價呢 簽得到房屋稅的一個課稅的基準 那麼由於全國各縣市的房屋稅的課稅標準呢 自從寧國73年以來呢 已經有32年都沒有經過調整 那麼目前的課稅 每一瓶的課稅標準是 八千五百九十九十五元 那麼以跟現在的一個每瓶 至少要五點五億到六億的這個 這個比重來看呢 是有嚴重的落差 那麼因此我們審計單位跟財政部呢 都有提出糾正的 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做適時的調整 那麼本縣在本年的六月十四號呢 我們召開不動產的評價比例委員會呢 我們決議呢 未來的房屋稅的課稅標準呢 我們將參照建管單位的建築物的工程 造價表來做調整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的新的房屋的課稅標準呢 新的標準是免疫品是一萬七千一百九十元 那麼調合是百分之八十一 那麼我們覺得這樣的調整呢 跟其他縣市比較起來呢 我們覺得還是屬於溫和的 我們主要理由是第一個 我們沒有像台北新竹縣的調整那麼高 那麼台北新竹縣呢 像美平市按三萬人來計算 也不會像宜蘭縣的兩萬一千人來計算 所以我們的標準呢 是透過雲家家平台會議來共同決定的 所以我們的這個樣的標準呢 跟雲林縣跟家喻市呢 是採取同一個標準 那麼第二個 我們本縣也沒有採取追求的問題 那麼適用對象呢 我們僅限於調整後的新的標準呢 是一百六年七月一號 新建以後的房屋才適用 那麼以前的舊房子呢 我們均不受影響 我們也不會像台南市的 追求到民國九十一年以後的房屋呢 都要用新的標準呢 所以因此本縣的調整 沒有民怨的產生 那麼這一點要特別跟我們各位議員 理事先生做報告 那麼以上是財政區的重點工作報告 請請各位議員先進指教 謝謝 來 參議員 謝謝議長 局長 是 我剛剛有請教您 就是你有給我們每個議員都有那個 就是你剛剛有報告嘛 縣長的這個負債 那其中我有詢問 我詢問您一點 既欠台銀償會存款差額利息啊 為什麼會忽然我們有辦法這麼多錢 可以把錢都還清 當然第一個要看我們的調度能力 那麼第二點是因為 我們調度能力好不好 當然我們欠人價錢 一定要逐步來還嘛 是 那另外就是中央補助款 這些錢是哪邊來的 中央補助款規定 如果我都說一年要給你10億 他說指定你先欠台銀要先行 所以他有指定一半以上要還台銀 所以定義說我們行的錢 都是中央補助給我們去行的 對 對 所以不是像管理說的 我多欠什麼 我去行67億嘛 當然我 我行之後 這錢我才自己用 當然我也有欠 對沒有錯啊 所以中央有規定說 所以是中央補助我們錢去還的嘛 對 不是我們自己去創造財源來還的嘛 當然這到我們 是啊 是對 那你說就看調度能力的問題 那我請問您喔 我們那個 代理教師 為什麼他們薪水八月九月 從八月開始上班都沒辦法領 那這個問題可能教育處根本的 有一些協調的問題 不是我們調度問題 教育處 我們這邊如果裁員好 我們可以先墊 反正中央這一定會給錢的啊 等他們協調我們可以先墊啊 不行先墊付嗎 當然可以墊啊 為什麼我們不先墊給這些老師 你要讓這四百多個家庭 他們靠借錢過日子嗎 三個月沒有薪水 一個月給你四萬好了 然後三個月就十幾萬耶 沒有啦 雖然可能沒有你一個月薪水啦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不會去當公的代價老師 所以為什麼 所以這個是 不是不是黨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老師有這個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領到錢 那既然你說我們的調度沒有問題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先用這些錢 然後去墊付給四百多位老師薪水呢 我們也想這樣啦 為什麼不這樣做 那就是協調問題啊 可能教育處 上的報告有的統計問題 第二個可能 所以連 不是只有對中央溝通有問題 連我們嘉義縣裡面 在各局出在協調都有問題嗎 你們不是每 都會開主管會報嗎 你們都沒有在開會喔 沒有啦 到處 他先說我就改過了 他就沒說 所以教育處長你都沒說 你有說 啊現在是怎樣 他說他有說啊 你不知道 沒有啊 他每次跟我說我都沒聽到 沒有啦 所以這是怎樣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 沒有啦 這個給我們報告 如果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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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說啊 我們不會去當 當這個 這個財... 現在說啊 10位 再來10位 當時要給老師 我現在替大家老師說 10位當時要給老師 他如果資料送了我就有 他說資料送了我就有 他說資料送了就有 那是8月9月 8月9月的 在星期一的時候 你們才寄信箱 早上報9點零幾分 你們才寄到學校的公務信箱 說我們今天會入到學校的那個公庫裡面去 那當然他們轉還是有一個時間 我也是希望說學校可以儘快給每個老師 這是因為喔 部裡面他 撥款速度慢 齁 就沒關係 現在就是 所以議員建議說齁 要來當教授 檢局長說 他要先把縣府的先調度給這些老師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這樣他就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那記得喔 他說你報表都沒有準時給他喔 你都給他他就要撥款給那些老師喔 好啦 我希望以後我們學校 其實我們已經少此話 其實 8月多的時候 我相信報紙都有登 就說欸我們還缺了多少代課老師 有孩子 沒有老師幫我去教 你現在薪水還減給人 這些老師幫我不要去教 我去輸人家 反正人家還會教一個月一個月薪水給我 跟他們都政府在欠完工薪 這樣怎麼會對 對不對 好所以這是你們的問題 這個我們在家人溝通 再麻煩你們努力齁 居長 然後還有一件齁 還有一件事情我請教你 這一張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的宣導 我的宣導 宣導什麼 宣導繳稅啊 什麼稅 哇 你拿走我都看不 你乖頭幫我去擠 地價稅啊 地價稅對不對 然後我們今年嘉義縣地價稅調整多少 地價稅我們公告現實 是那個公告地價 是根據我們地上處 它的一個地下平衡委員會 調高百分之十一左右 我們大概調高百分 那你上面為什麼不寫清楚 因為有好多好多鄉親問我 然後我跟你說 這個是我們嘉義縣政府很漂亮沒有錯 圖文並茂 可是裡面沒有重點 裡面的重點就是說 來你要有什麼問題 你用QR code進去本局的網站下去看 然後這一張呢 字比較小 這一張是宜蘭縣政府的 可是它裡面寫得非常詳細 宜蘭縣政府在地價稅這次調整 全國第一名我知道 他漲最多 他也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我們漲了多少 他裡面寫得非常詳細喔 他裡面寫得非常詳細 他說我們一本先公告調整 三年一次 配合中央政策 然後一般建立調幅多少 但是低於多少 所以我們漲了多少 他寫得非常清楚 他還說他們農地的公告地價 調高了2.37倍 他完完全全都讓縣民們非常 你收到這樣這個稅單 你就知道說 我們大概是怎麼樣調整的 調整的倍率 就是調漲是多少 很清楚 不然你也可以打電話去問 那你只是 我們老人很多 你拿一個還叫人拿QR 我們是那個比較大的錢 比較大的錢 當然 比較大的問題是 你裡面完全沒有重點嗎 你上面有誰說 你現在調漲是多少 民眾要知道就是說 是怎麼我的定價稅調漲的 為什麼我要繳的錢 比之前還多 可是他不知道 我今年調整的規模不大 不大可是民眾還是很有感 我當然是全國都嘛 全國都嘛 全國都嘛 在抱怨不是只有一樣 全國都是 而且 你知道哪一個地方調降嗎 沒有什麼調降啊 有 只是調的大小 澎湖 他要看 澎湖 他是付的 我是從嘉義縣財稅局的網站下去看的 什麼叫沒有的調降 澎湖調降 我們嘉義縣是第18名 對不對 對 看我也很清楚 我比你還清楚 所以你應該要讓民眾知道 還有一點 我希望各局處也要知道 其實我們社會民意代表 民眾很多會向我們詢問各種事情 那我覺得說很多事情 其實你們不用害怕讓我們知道 因為站在我的立場的話 我都是我了解之後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跟 幫你們跟民眾做溝通的橋樑 那當然說 有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我就站在這邊 就詢問你們說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或是私下跟你們請教 可是我覺得說像這種 應該讓大家知道 你平平都要花錢啊 這兩隻高校長大隻 不過你沒有讓人 大家知道 到底我們地價稅是怎麼調降 我覺得這是宣導 你這樣子經費就浪費掉了 這張沒有意義 對不對 你只是讓有手機的人 我們65歲一歲的老人 你們從洋陽節 已經有九萬幾人 總金十萬人 每一個老人 哪有手機 我可以上網去幫你掃這個 然後去連結你的網站嗎 這可以改進嗎 這可以改進嗎 可是問題是 我是說你要讓民眾知道啊 懂嗎 因為人的問問啊 我們在檢討 不如說你們就看怎麼樣 讓大眾去了解嘛 反正你的廣告費 新聞費 然後你的文宣費 你都要花了 不如就花得有價值一點 以上是我的建議 然後還有一點 我要跟你要的資料 你還要再補給我 好 沒問題 我希望說 各局處也是 我跟你們要資料 剛才就是我問 我拿著這份副載票 我問局長說 局長我早跟你說 我還要的資料 什麼什麼 他說議員你沒說清楚 我昨天是當面 跟副局長講的 什麼叫做我沒說清楚 他沒說清楚 他正面給我問啊 所以你現在說 我說沒清楚 這是誰的問題 我正面問的 我說你懂嗎 有沒有問題 他說好沒有問題 我再熱準備給那個議員 現在你說我講的不清楚 沒有啦 該準備給議員的 我都會準備 但是我會了解 副局長跟我回來 跟我講的他的意思 對啊 所以我在問你的時候 你竟然說是說 我說不清楚 還是副局長說不清楚啊 什麼叫我說不清楚 我說不清楚 副局長就會跟我講了 所以是他聽不清楚 他跟你說的不清楚 直接接受副局長的意思 那我就 我再會跟他確認 對啊 所以你應該跟我講說 那我再瞭解看看 什麼叫說議員 你沒說清楚 沒請問 我現在說到哪一句話 沒清楚 了解 收到 麻煩謝謝 那我有沒有 沒有喔 沒有來 請回座請回座 好 謝謝 文化觀光 大會主席 張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秘書長 還有各位同仁媒體先進 給我們家裡鄉親 大家早安 那麼 首先還是要感謝各位議員 對本級業務的一個指導跟支持 那麼我們文化觀光局的 這個重點業務在書面資料 第六十九月到七十四月 那麼工作報告是在三百二十九月到三百四十 之所以 那就我們這個文化觀光局的業務 因為本人今年八一號才上任 那九月五號又剛好我們副局長 習政人他又升任交通部觀光局的 贏家蘭風景區管理處處長 所以這個文化觀局最近 有一些人事上有變動 那麼 一零四年底我想大家知道 故宮南院開館營運到這個今年八一三號 已經突破這個百萬人口 那今年的這個八月 到我們嘉義觀光也達到四百七十萬 那麼文化方面 我想大家各位都知道 阿里山森林鐵路是我們台灣 推動世界遺產的一個重點 那今年九月啊 文化部特別顯定我們在嘉義 辦一個全國股基日 那麼我想這個工作不單純是 文化資產的保存 那來開啟社區學生的參與 尤其主題高中他們還接受教育部的表揚 那現在更有機會來改善 我們這個議員關心的這個主題車站周邊 我想這是我們會繼續努力 那整備山區的觀光方面 我們現在眉山三十六 彎了一個半天古道 以及改善翻路紫雲市周邊的空間 我們已經積極向交通部觀光局來爭取 雲梯茶道眉山御站 一個觀光的練習計畫 那麼在平原方面呢 我們這個整理北迴歸線太陽館 這個教育園區的景觀 那麼營造新港馬祖大道景觀工程 那麼持續打造這個 鋪指日式陽風小鎮的工作 尤其臨近的故宮南面 蒜島堂場保存整修工作 文化部門之急 那麼已經核定我們嘉義縣 兩億兩千多萬的這個經費 那麼補治本建一千一億九千多萬 我想要再修這個東側的倉庫 以及做這個石棟日式建築的一個調查 尤其製塘工廠 那麼昨天我們特別跟台塘這個新任 黃董事長就這個部分交換意見 那麼在海區的部分 我們東側的碼頭 那麼還有這個布袋有庭港ROT的處端案 我們現在積極的在進行 那每年的這個農曆六月啊 六月底的三天開啟布袋 這個勾勾建築工的火燈月行 那麼一直延伸到農曆7月21號到23號 三天這個民雄大事業季 也帶來我們本線民俗文化跟觀光的一個提升 那未來在工作上 因應這個路客的人數降低啊 我們會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啊 那麼爭取這個東南亞的旅客 來我們嘉義這個來觀光旅遊 尤其今年12月前不久我們張院長特別去日本進鋼線 他也邀他們進鋼的這個他們教育處長 下個月將會帶20幾位的這個高中教師採線團來我們嘉義 他們這個辦了這個秀業秀業旅行耶 因為大家知道進鋼線現在有136所公私立高中 那大概人口是這個學生數有9萬多 9萬多將近10萬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推動觀光的一個非常好的契機 那麼再來補充特別補充就是我們現在不管是世界察博會 日式印象音樂會甚至這個海之下音樂會還有神軌傳奇 這個就是我們嘉義線推動觀光非常受到外界肯定的地方 那麼我們在尤其在這個眉山驛站這個部分呢 未來明年的這個六月太平雲梯取用之後呢 我們緊接著就是眉山的這個交通的運輸 會面臨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麼我們交目光景也補助我們山翼要做這個遊客中心 轉運站以及大的停車場 那麼蒜頭堂場剛剛已經報告過文化部門之幾 已經協助我們要做一個這個跨一亮點計畫 那麼再到歷史戰場部分呢 未來會啟用這個AR VR的新科技 尤其智慧程式這個部分的概念 我們也會在這個最快來積極的來努力 那麼千登萬戲我想也非常謝謝我們議會長期以來 我們議長副議長還有各位議員 你之前對我們的這個指導 那麼以上報告謝謝 文光局的工作報告 各位議員要了解一下 來 林宜靈議員 局長 你說你今年八月 八月來嘛 是是是 所以來後不太久啦 但是我看你很上手 你當時工作報告 好像經過和義官的 所謂的文化觀光的東西 你今天了解得很清楚 但是我比較注意的是這樣 我們民鄉的文化觀光 因為你哪有去拿到 大師爺記的這個說法 跟他日式招待所嘛 是是是 那我剛剛又有聽到你在講 寶寺陽峰 日式陽峰 寶寺日式陽峰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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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大旁邊 是齁 因為我早上也看到他的 那個facebook的介紹 我覺得也很好 我是有一個希望 可以把我們民鄉 也可以這樣做一個想像 因為我們日式的招待所 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還有很多很多 拍電影的場地都用在那裡 我覺得比較不正 這個景場是什麼拍 哪一個電影來拍的 你們應該去做 大愛電視台有來拍 是啊 所以你們應該要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小看板 或是一個願景是這樣子的 應該讓人知道說 哪一個場景在這邊拍 是哪一個場景 那再來就是我們日式招待所 非常漂亮 我看你已經 又有機會要來修建 因為災害的關係 要到一千萬 是啊 所以錢開下去 我希望說 開那麼多錢之後 變好續 它應該有它的價值才對 沒有錢開之後 不惜就沒有人管理 還是放五分 這裡剛才有紅胎 再來補修 我覺得說這很浪費 是 這非常容易 這部分我們這個日式招待所 我們有在做活化 就是他議員關心的 現在經濟之後 空間要來處理 因為我們民養地區 最大的活動就是大事業季 那麼日式招待所 其實在環境非常好 跟他家義區的快樂生活村 甚至我們這個蒜頭頭 或是說其他管制 台南中央頭頭 是啊 所以我們日式招待所 跟他經營一下 他家義這樣 這不是很好嗎 人潮帶進來 我最對的 我們現在商圈 整個都會有經濟活絡 是 局長 加油努力 拜託你 謝謝議員 來 江議員 議長 我來請教你 江議員 你不用回答 你把這些資料傳發地 他先了解一下 你這個 335A有一個 台塘650蒸汽火車 是 你的8月30號 以八百八十四萬 折標整修 你接下來是說 目前進行的折體工作 是 我要他這個 期限是多久 他現在修復 修復的完成什麼程度 是 這是第一一項 是 第二就是 三百三十二月有一個 觀光室的工程 第二 一百零四年南故宮 二三五新樂園 徵辦 整體進度一百趴 是 這個資料 好 他到底有一個地方 我沒有了解 是 裡面第三點 水上北回太陽館 創意延期的景觀第一工程 整體進度也一百趴 你把這三間的資料 你能夠傳嗎 好 謝謝 謝謝 江議員 故意把江議員報告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 蒜若藤零 這台的火車是總管來 對日本問回來的 因為他現在已經 已經經營不夠好 所以喪收 沒關係 你把他的修復時間 跟修復完成 好 這大概的時間 還有兩趟的時間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謝謝議長 江議員 剛才我已經 台北那種 局長回答 南故宮二三五新樂園 就是那些三座 將近一千萬的六花梯 那些 真正新聞 那個 就做南故宮二三五新樂園 來 局長 那個330 那334頁啊 有一個那個 地景 藝術創作展 這個 經費是多少 這個 這個 我們 這個 他算是 兩年了 他去年要進行 沒有進行之後 所以兩年一千八百萬 總共一千八百萬嗎 是 有好 那個 然後我們就預計 11月5號到12月4號嗎 我們的時間是 11月 這個 23號 什麼時候開始 我只有因為 這把議員報告 抱歉 這個時間是 12月23號到1月23號 原來 我們跟這個 接受委託的這個 衛農公司 我們協調的時間是 因為我們 我們也覺得 創作文書 有這個困難 所以我們有把時間改變 你說什麼 什麼有困難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委託的這個 公司 衛農公司 他還要跟他 他聯合 這個 他的作品 有得穩算 所以這個時間 所以你說我們的計畫是 12月23號到1月23號 1月22號 要去做 1月22號 所以30天 是嗎 所以這時間還要修改 應該不會 這是 去年到今年的經費 加起來 1800萬 是 104年到105年 變成說 現在又到今年的年代 再拖到每年 才做得完 是這樣嗎 是 做年代差不多 因為這個是 等於是104年的經費 保留 保留 然後因為我記得去年 我有問過嘛 你既然都沒有執行的話 為什麼105年 還要編這一筆預算 當時的那個文官局長說 因為 我們需要多一點錢 然後來做好一點的 然後所以現在整合的是 1800萬 那1800萬 現在你日期 原本定 今年12月4號 就要完成 現在還要延後 這個議員 不過 因為師匠 故宮來念 它是華夏文化 那局長 你再給我一份 我知道你們今年的預算 你還有編這一筆 錢 而且是拆成兩筆 一個是250萬 一個是750萬 你給我說 那你明年要怎麼做 的計畫 明年 我們是要把過去所作的 公共藝術做一個整合 那麼 安心你把 你計畫再給我就好 好 謝謝 來 來 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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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再抱一個 那我希望說 因為民雄電台 廣播電台 你這整個金會這麼多下來 你應該會有一個計畫 那你後續有沒有什麼計畫 這一點可能 因為我都沒有看到你 一直連續下來 有什麼 對這個電台有什麼 只是一直把它修復而已 是 感謝這個議員 現在是這樣 他現在空間就要先蒸起來 包括那天 我們照大電視台 拍那個空間 外表 其實裡面有創害 這時候 我們來的一部就是活化 我們要把活化 甚至說 駐村藝術家 提供一些 我們在地 年輕人的空間 因為我們嘉義 也希望很多 校園能夠來 我們嘉義 所以這個部門 我們有在進行 所以你已經有這個價位 當然我們還要加議員 請教我們 議員 現在就是陸續 你現在要慢慢有這個計畫 就對了 我們還要跟地方的人 稍微討論 大家的意見 變成我們未來的支持方向 我希望說你把這個廣播電台的 那個後續的這些計畫 納入 你這今年度 明年度要執行的工作 所以你可能就是 你今年要有一個好的計畫 好 我希望說在明雄 起碼這個日式招待所 廣播文化 這個廣播電台 是我從小孩的時代 一直到現在 本時代跟這個東西 共同記憶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應該好好的 要把這個地方讓 起碼你在推觀光 要來教他的人 會想要來這個地方走 尤其現在 小英總統又說 要叫日本人比較多來 這應該是日本人 所有 他有一個印象 他有回憶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是趕快去 包括這個算法成長 也很多人 日本人會來參觀 是啊 所以說他可以這樣 我們民鄉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 是 我在想 可能是之前 都沒有人這麼用心 一年啦 一年啦 只要把民鄉倒三天 對啊 局長 謝謝 拜託你了 那你這後續的 我希望說 我能去知道參與一下 好 謝謝議員 局長 你337頁啊 我剛剛 我看到有一個 蒜頭糖藏興建旅館案 我們蒜頭糖藏那邊 要蓋旅館喔 是我們嘉義線蓋的嗎 這個蒜頭糖藏 周邊 到2019年 大概會增加7間的這個飯店 那那個邦金索的 來到將近2千多間 那蒜頭糖藏 是我們管建屋建的嗎 不是不是 它是把蒜頭糖藏設定地上泉的 什麼設定地上泉 設定地上泉 就是它要付助金 我們要付助金 沒有沒有 它要去做 沒有啦 像我們要蓋的人 自己做的啦 因為這裡有一個蒜頭糖藏 興建旅館案 然後建物太高 請設計單位考量 周邊文化資產 後再送審查 所以這不是我們要蓋的對不對 不是 不是 是別人要蓋的 因為我們所有的原本 包括我們茶博館 或當代美食館 或微信文創館 這些味道都是這樣 所以這已經有確定誰要蓋了 沒有 蒜頭當中 我們是去清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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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沒有 它裡面有一個 蒜頭糖糖的興建旅館案 三四月 那麥甘 那不是我們 是 那不是我們 那麥甘 處理的 來 何議員 局長 請問 你到現在這邊來任職幾個月了 三個月都過兩天 好 那我請教你 是 嘉義縣的這個各鄉鎮 或者說地方的一些藝文 長期深耕地方的藝文團體 是 你拜訪過幾個 專程拜訪 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錦上天花都不算了 好 這個謝謝議員 對 因為過去我其實在這邊服務過 那像新港 這個新港地區我是比較熟悉的 那最近我們辦嘉義辦那個 這個社區藝術劑 我們有到副主戴康 還有這個 到民雄清府 所以局長 我說的問題 你拜訪過幾個基金會或者說社團 基金會是那天有去梅山文教基金會 我也在唱 我也看到你去支持 一下就走了 是 抱歉 好 我實際上 好 那我再問你 我們很多這些 在努力耕耘 在辛苦打拚的這些 藝文團隊 所以說他們可能是劇團 或者是某些特殊的藝文團隊 你有去拜訪過幾個 了解他們藝文發展的瓶頸跟需求 是 這個部分我事實上最近都會來安排 像那個卵集團 他演那個沙翁 那個白化劇 演到這個我們文化部長 鄭麗金部長就來參加 立民雄 這樣有優秀嗎 很優秀嘛 非常優秀 對 我們跟他有很多優秀的藝文團隊 他還要受羅馬里亞的邀請 要去參加 沒錯 我意思就是說 你有真的去驚討 去跟他了解 去聽他們的心聲 替他們解決問題 你有去拜訪過幾個嗎 感謝議員 這個沒辦法來加強的來做 因為你來三個月 我希望這個工作 你三個月 當然你頭身可能很多銜接工作 你要不可以 但是我覺得 你要做一個 解決的文化共和局長 深更議員很重要 你不要只看到台面上這些 大的 這些 或是處理一些 政治的關係 或是官場的關係 真正重要的是 去了解這些議員 真正深更議員的團體 跟團隊 好不好 是包括那個 我們佈地的青河線 以前我給他成立 這大概都是我們嘉義線 包括這個佈地 我們有那個 深更這個 鹽田文化 是啊 一個人 對 麻煩你這樣嘉義官 你如果真的要經營結文 你要好好嘉義官 這樣走頭 好 謝謝議員 好 來 請我坐 來 下位叫 但是 下位 是 可以嗎 我可以是 國 的 也 。 議長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很感謝議長還有我們各位議員 參與對我們社會福利 還有我們勞工朋友的一個照顧 關心與協助 那社會局的工作報告 在343頁到366頁 僅在此做重點報告 第一個有關於 老人食堂的部分 這個對我們的老人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協助 所以說我們在今年 已經總共開辦了40個點 提供在地的餐飲服務 那我們會在持續的推動 老人共識 建立社區照顧的互助的精神 漸進是建立社區自主的運作模式 營造永續友善的 老人關懷的一個社區環境 那另外對於做事族群的部分 辦理民眾的極量救助的部分 我們對於生活憲困的民眾 從今年的4月到9月 總共核定了極量救助40件 核拨了極量救助金40萬元整 也督導了鄉鎮市工所 辦理馬上關懷的救助 從4月到9月 共核定了219件 共核發了新台幣333萬5000元整 另外對於一些弱勢族群的話 我們也提供了物資銀行 我們與社團法人慈善聯合會 共同來辦理 我們嘉義縣的物資銀行 提供白米 麵條 罐頭 泡麵等緊急物資 給這些弱勢的家庭 從4月到9月 總共有56個捐贈單位 來捐贈物資及現金 市價達2523659元 那提供一次性的服務 有353人次的受益 殘息性的輔助 有3043人來受益 另外對於蔥瑤禮金的發放 我們今年度對65歲的老人 發放金牢禮金 發放金額總共有2億8629萬6000元整 受益人數總共有91861人 那我們定於在10月3號到11月2號 一個月的期間的發放期 那預定在11月10號前要請 那個發放單位加那個生意款來繳回 另外我們對勞工的部分 我們輔導事業單位來提拨勞工的退休金 退休準備金 來建立退休金制度 保障勞工的老年生活 完成勞工退休金準備提拨的事業單位 總共有1739家 那我們也針對為租而提拨的勞工退休 準備金405家的事業單位 我們也已經以法文來吹角 另外為了要落實勞工法令 針對本縣各事業單位以抽驗的方式 實施勞動條件檢查 總共檢查了481家事業單位 宣導勞工法令的征修 協助事業單位落實勞工政策及相關法令 保障勞工的權益 總共宣導了500家的事業單位 那以上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摘要的報告 那再次的感謝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的協助幫忙 也謝謝各位議員的聆聽 請給予指教 謝謝 謝謝議長 局長 剛剛聽您說 從洋街禮經發放是不是到11月10號以前 他們要繳回嗎 是 對 那這時候我們還在開定期會 那請你他們就是在這個期限之後 你把資料整理給我 就是到底繳回了多少 有多少人沒有領到 然後一個個鄉鎮下去做區分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你剛剛有說 本縣老人食堂現在有40個據點 然後你給我就是這些據點是在哪邊 然後我們嘉義憲政府這邊就是 每個據點大概都補出多少錢 就一直也長久以來都補出他們多少錢 然後服務的人數是多少 然後大概是有哪個單位在負責的 好 先這樣 謝謝 來 王議員 局長 這個重陽禮經 這兩位詹議員一載在說去 是 有到這次這個重陽禮經的發放 我特別去幾重頭來看看 是 有的是比較大層的大牌藏龍 是 過去我也聽過我們管府的動員 我來跟我們領導說 有到要看這個重陽禮經 壓力很大 晚上睡不著 因為是怎樣 在這個 提前的當中都現金嘛 當中過程當中是不是 會去用唱戲還是怎樣 沒有啦 當然我都發覺說 開始了 我們的經濟交出品配合還不錯啦 但是喔 我要跟你建議之前說 你要叫管長好好研究 是 何謂便民啦 什麼都便民啦 方便的便啦 便民啦 怎麼都便民啦 喔 我們今天這樣 管長管政府是好意說 要讓這個老大人說 要讓這個重陽禎老 但是呢 那天我當中喔 在幾政頭我給他做一個民意調查 喔 是 有很多 有幾 很多鄉親都跟我說 這怎麼沒辦法說 來做一個 一個 比較便宜的措施 不用讓我們這樣 老大人就這樣做 甚至有的行動 沒有我們變的 叫死者來 啊死者來 他死者來屬龍江胸呢 齁 所以說在這個 這個情形之下 當然也有一半那裡 跟我說 現場的人跟我說 啊 啊 那一年一年而已 是無縫啦 齁 但是呢 我是覺得說 喔 我們的老農年金 我們的老 國民年金 都可以搬去要靠操了 現在這不行啦 當然是 張宛建議員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們可以做一個調查 要現場的也沒關係 我們要去要靠操也沒關係啊 現在我們一直都不在做這個工作 這是我百思不解的地方啦 所以我一載你跟局長 我說 我希望說 你到現場要好好討論這個工作 齁 定單 總質群 馬仔開始嘛 是 可以 一個很好的理由 給我 現在不在做這個 這個 這個工作 讓這個老大人去選擇 齁 他要來領現場 沒關係 他要去要靠操也沒關係 什麼原因 你不要這樣做 一個理由給我 我如果覺得 你這個理由就合理 這樣 我們繼續這樣做都沒有 但是呢 我如果覺得說 這樣都沒有便利 是我們繼續要這樣做 齁 這點 你跟管長 做一個研究 好不好 這裡也跟議員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這我們內部大概也做了 因為議員已經講了好多次了 我們內部也有檢討過了 但是 現在就是說 因為有很多的老人 他們喜歡領的是年金 他們喜歡領的是現金 他們 有時候他們拿到 然後到這個 如果說我們會到戶頭裡面 有時候不見得是他的 他能夠領到 可能是他小孩子領到 他可能不曉得這個事情 那老人的話 比如說我們領紅包 他是希望領到一個 現金的紅包 他不希望 我就匯匯到你的戶頭裡面 等一下啦 但是沒有大家這樣啦 我跟他現場 我起來 多數的人都希望說 會當專業在工作 所以當然有啊 你說這也有啊 一半那裡有說啊 有啊 他就身體不錯 他就怎麼運動 就來那裡 還有 還有 有紅包頭 我現在是 我們是針對 今天這種 我們發放的方式 來做一個 說 過期的一個檢討啦 因為 新智原來都這樣 但是呢 我也聽到很多 不一樣的聲音啦 所以說 你說這 有人這樣 但是 我了解是 大多數的人 不因為這樣啦 你給我 觀眾研究一下 好嗎 給大家選擇啦 是 我們只 他一邊而已嘛 給大家選擇嘛 他要領來領 他要 他要靠著 他要靠著嘛 好不好 好 來 何議員 局長 我請教你 這個今年 我們對這個 勞動計查 勞檢的部分 我們處理多少案件 發現什麼樣的 違法樣態 採處的狀況 請你給它 資料整理好嗎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對這個 勞動申訴的部分 就是 投訴案件 那大部分的 勞工 他們投訴的是哪些的 雇主的違法樣態 以及你們最後怎麼處理 做一個資料的統計 好不好 這裡大概跟議員做一下簡單的回報 我們今年大概採處了72件 72件 大概都是一些勞動條件的一些處罰 比如說他的超工時啦 或者是加班 沒有七休一 類似這些 類似這些 類似這個 來 局長 那我請教您 昨天那個教育處長說 第一天嘛 教育處長說 那個 代理教師 他們使用勞基法 對 那他們在10月25號 9月28 10月25 10月31 都有去上課 都有去上班 那他們薪資要加倍嗎 如果是勞工的話 薪資就是依照 如果超過兩個小時 就增加那個 所以他們那天本來應該休息的 然後後來老師 他們在國定假日 他們還去上班 所以他們薪資應該要加倍嘛 是這樣嗎 如果是勞工的話 就是要加倍 教育處長 所以 老師要急喔 他們的加班費要幫他們算一下 那個代理教師啊 跟議員報告 我們是高雷用補修的方向 都行啦 不然這整整個事實在 你政府耶 你不是民間企業耶 什麼高雷用補修 補修 補修要休哪一天 要休哪一天 因為小孩子 每次拜一到拜五 小孩子每天都要休息啊 你要休哪一天 那補修不是要請代課老師 沒有就是 職業無課的時候 但我們在外部是高雷這樣 當然是議員說是正常 不是他現在補修的話 是再請代課老師這樣嗎 沒有不是啦 補修就是 他可以僑一些他無課的時候 就不要來學校這樣 不是啊 你都不可以說僑起來 你這兩桌無課 你這兩桌無課 你這兩桌 後兩桌 再加上課 這不對喔 他這樣這樣對 算吊課啦 不能這樣子吧 就是要付加半費啊 但如果沒有辦法 所以你看連政府都這麼做 你怎麼要要求民間的信業啊 沒辦法補修當然就是要發加半費 照規定 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是齁 所以老師他可以提出說他不能 所以你不要付給人家加半費喔 不然有人來申訴 說我們該議館政府沒有付加半費耶 好 謝謝 這補修啦 一般都補修啦 如果補修補修就是要加半費給人 來 好 請回座啦 好 謝謝 公交處 大會主席張議長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公交處的工作報告 詳如書面資料 367月到372月 敬請各位議員參與 另外兩點補充報告 第一點是我們的營運概況 目前我們的班車總共有87輛 其中包含遊覽車有6輛 中型的客車有15輛 大型客車66輛 平均我們的車齡是5.67連 那麼我們的營運路線總共有35條 其中包含公路路線有27條 嘉義縣境內的四季路線有5條 嘉義市四季路線有3條 一天我們排定有65個車次 總共是541個班次 行足的里程一天有14593公里 投入的公主有550個小時 那現有的駕駛人力有86輪 我們都依據勞聚法的規定 這個排班去執勤 那去年向公路總局申請太舊換新 大客車10輛以及運用故宮燃料的開館 到高鐵站的接駁 增過6輛低底盤的公車 我們在今年的5月底完成了交車 並在6月60日 舉辦了這個新車的啟航儀式 正式加入營運 那麼今年 籌作明年度公車汰換10輛以及運用太平營梯正式營運 向中央爭取經費 增過了8輛的中型巴士 都獲得交通部的同意補助 將在這個年底以前完成公開招標的採購程序 明年度的6月底以前交車加入營運 第二點是營運收租報告 今年1月到9月累積的營運收入總共是1億2600萬元 比去年的同期減少了500萬 只要是縣政府的獎補助款在10月份才報復時間差的關係 平均每車公寓收入是32.36元 1月到9月營運總成本累積是1億7663萬元 與去年同期增加了4796萬元 只要是我們預計勞動部的規定 在6月提拨符合勞退要件的勞工退休金準備 有5162萬元的關係 那麼1月到9月我們累積的虧損目前是5067萬元 與去年同期增加了虧損是5488萬元 以上是公車處的工作報告 請請各位議員 來 我們公車處 各位議長 要告訴你 來 何子 完議員 處長 那個如果是我們現在假設以縣內的 一天的這個遊覽車的租賃費率來說 一般是多少 縣境內 現在我們大概訂6000到9000 要看那個距離 比如說阿里山那個距離就比較長 還是有分區 6000到9000 那我再請教你 如果是公務機關跟學校 公務機關我們有 差多少錢 我們就打9折 打9折 因為他們也有編預算 所以差600塊 可是你覺得他們都是用預算來租我們的車嗎 有的可能學校大部分都不是吧 都是都有預算兼費 可是學校很多都是家長會 他們自己開家長會級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們跟我們接洽的 就是學校的這個承辦人跟我們接洽 好 那個我請你提供一份就是 我們這個公車租賃的費率表 好 然後還有就是 你說公務機關跟學校就打9折嗎 就是以那個費率表為基準打9折 是不是 還是說它有另外一個費率表 就是那個費率表 打9折 因為它時間有的時候是短程的嘛 有的長程的嘛 對 好 那請你把那個資料提供給我 好不好 謝謝 來 張美鳳議員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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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沒有 你每一間裡面都說比照七年是減少或多 這間是比七年多還是比較少 喔 這樣 不好意思 這個主要 我就不查法 這個 處長 我們有些事記 可能要在這裡稍微放一下 因為我怎麼有聽 有民眾在跟它聲勢 這是我自己親身體驗的 我沒有說學不會去抹黑就對了 我本身自己坐就對了 我自己坐 但是我請教處長 破住停幾十 破住現在是後天會被人家走 我坐我們公車的 公車 破住 公布地 破住跟布地 可能這個鎮明北 我差不多五百公車就有一次 我告訴你我不會坐 但是我之後他要去了解 破住公車那邊停一整 是 那那個 嬰兒公 嬰兒公那裡 生日便他在過那邊停一整 我是坐之後他知道 因為我剛才爬起來 我坐公我要坐到 書記問我要到哪裡 我們破住 我問他要多多少錢 說都24塊 我就第一次坐不要坐 現在到公車那裡 他說我發說 破住到這裡而已 下車 我跟他問說 破住停這裡而已 沒得停八條 你不知道不要坐到 台東靠去多少錢 我就是不要坐到 我問你了 那我們會改善一下 如果司機分開住 所以這間我就要請到 他比去年減少或是多 那我查到的時間 再打議員報告一下 謝謝 來 還有沒有 沒有 來請回座 謝謝 來 我們議員 要跟局長的資料 要的資料 希望局長進市盡速 上帝議員的秋天 我們今天會到此結束 好的